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基本就在川普 川普的新闻在CN上 那拜登的新闻应该是跟上来的 因为到底这个众议院跟FBI之间将如何去过招 因为FBI已经拒绝提供相关的文件 那作为众议院将会如何 而它公布出来的故事 这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社会中出现这种相当剧烈的分裂的本身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生命观点的差距 我觉得这么理解可能就会更容易 因为西方的一些词汇跟我们东方中国人的词汇有差距 那生命观点的差距 这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 对吧 有人信神 有人不信神 有人去教堂 有人不去教堂 有人非认这个神不认那个神 那不信神的要把信神都掐死 那信神的呢就觉得自己蛮冤枉 所以他就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生命基础的问题 因为这种生命基础的分歧是不容调和的 然后他会表现在外面的现实环境中 那不信神就是没有约束理 不去约束的话 那就会竭尽自己最大的本事 获得利益 获得自己能够战胜对方 一切为战胜其他人而存在的生命 这就是今天左派 这是今天左派 那以战胜作为基础的话 这是一个失败者 战胜作为一个基础的话 他一定是一个生命的失败者 原因就是人肯定会死去 人自始至终是以失败为终结 一个狂欢的人最后就是一滩烂泥 对吧 一个在市场 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 逢赌必输 因为他绝不会在赢的时候离开 因为那是他的事业 一个倒房地产的人一定死在房子上 因为他永远会认为这个房子绝不会倒塌 这一定会如何 那圣仙呢 至于说人之间的故事 那就非常的荒谬 如果人之间的故事 男人女人 女人男人 女人女人 男人男人 如果他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的话 外面就不会这么多卖假药 外面不会这么多卖假药 那很多不好的女人不会那么样的暴露自己 而拼命展现自己的诱惑 很多男人 他不会表现出那么虚假表象 自己很强硬的时候 然后跑哪去买小药去 很遗憾 我建立太多了 这一生中建造这样的人太多了 所以没有一个争取胜利的人 永远是失败的 去真正懂得欣赏 自己生命过程的人 那他就不一样 他完全不一样 他的立足点也不一样 观点也不一样 川普 川普昨天就是几乎新闻还是他的 讨论是CNN 而昨天的CN 昨天的新闻呢 大会晚上新闻也都是骂CNN的 那安德森 CNN的顶级的 这个晚上八点钟节目的主持人 上来就先来了一头 上来来了一头 来了一头就把他的观众给骂了 因为人们看东西都是按照自己喜好 CNN的观众 大概长期的观众百来万以后 看他节目几十万 那他就在节目中直接讲说 说你们的愤怒啊 你们的不满什么 都不是问题的 原因就是说 所有骂CNN的说 CNN为什么给了川普一个平台 CNN为什么给了川普一个平台 这是对不起 这是他基本的评价 在这个当天的晚上 市政厅晚上 大概CNN的那个八点钟的时间 315万左右 315万不到320万 310万到315万 那这个数字 是跟卡尔松的节目 平常的节目等同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就是他的偏差率有多大 有多少人去抛弃CNN 只有极少数的人 那是福克斯一个日常的节目 卡尔松的 可以在310万到330万 那而这个CNN请来川普 是为了顶起来 他自己都都讲说 在黄金时代顶 黄金时间顶起来 那而川普给他带来的 也就300万 也就是310万左右 那他代表着人们对CNN的不满 那因为谁去看他 对吧 谁去看他 那又有多少左派去看他 不开玩笑 所以这是CNN巨大的挑战 因为在主流媒体中几乎是左派 有CNN ABC NBC MSNBC 这个叫什么 哥伦比亚公司 这都是顶尖的大的 所谓主流媒体 所以就他们自身在分流 那CNN是在所有这些左派媒体的 所有主流媒体中垫底的 他大概8点钟的节目几十万 最少的时候二三十万 那高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可以达到一百万 一百亿是吧 所以这个数字对于他 CNN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呢 他在跟挑战他的那些 叫什么铁粉 他挑战他的铁粉 他的铁粉发出了不满 认为呢 原因就是川普完全完胜 对吧 川普太完美了 表现太完美 那川普那一套的完美 就嘲讽了CNN竭尽全力 要压碎他 而创造他的一举而成 重回他的这个 所谓的曾经的辉煌 而失败了 那这条路 他回不去了 这条路回不去了 他们没有太去讨论川普的本身 但是呢 他们坚持他们节目的方向 这样的话 实际就是CNN跟他的铁粉 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而中间最大的获利是川普 所以川普昨天就 昨天晚上的时候 就抨击了这个 抨击了这个 那些挑战CNN的铁粉 说CNN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受到很多抨击 受到很多抨击 相信也来自于其他主流媒体的抨击 ABC NBC MSNBC 所以这些是 这些很正常 因为 在同门是冤家的背景之下 他们压碎他也就变得很正常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当这个从这个基点上 去评价CNN对和错的时候 川普说CNN做对了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CNN想压碎川普 那川普根本不尿他 完全占他之上 然后没压碎川普 川普就成为了巨大的辉煌 然后说你做的不错 真的 我就需要你挑战了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 本末倒置相生相克的 CNN想挑战川普 而树立自己 给我自己被挑下马 把川普顶起来 客观事实是这样 川普说 你们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像几百万人 透露了他一些 关于竞选问题的看法 而这些人通常不会听到 因为 他们是左派 因为他们是CNN的铁粉 对不对 他们根本不听川普在表达什么 连看都不看 听都不听 所以CNN的这个做法 就等于向 极左派的CNN的铁粉 传递了川普的效应 所以这是川普很独到的地方 就是他总能看到 问题的最关键点 他看到问题最关键点 其他东西无所谓 不重要 然后他就讲述了这个故事 然后他提到说 我很高兴这样做 很显然这是福克斯 找到川普 而要来的话 我向数百万人传递这个信心 他们通常听不到这些东西 边界通货膨胀 经济能源 CNN正在承受很大的压力 CNN蛮有趣 就是说他没了他曾经固有的位置 他再重新给自己定位 他不想定位都很难 CNN把我放在上面是正确的 说你看看他们的收视率 很荣幸能做到这一点 当晚的收视率 那八点钟 CNN是最高 其他像MSNBC这些 也就是一百五六十万 基本上是这样 大家就想能够知道 卡尔松的力度 他的力量有多大 和福克斯当初的状况有多大 然后他提到说 CNN因为播放这件事情 来到他的员工愤怒的批评 就是他自己的员工也不干 因为做决定的肯定是老板 我想是因为里面充实这些 说很难看出 CNN上播出的谎言景象 是如何为美国服务的 感觉像2016年 这是他的一个记者 叫做Oliver 2016年 当时的川普在CNN是有做的 因为当时的川普呢 完全是一个特立独行的 他是顺着共和党角度走的 而共和党 传统共和党 他不接受他 那些精英不接受他 所以CNN呢 当时就给了川普很大的一个平台 很多的平台 而当时的CNN的一些记者 大牌记者 也是川普的朋友 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样 那人们这样的分裂 我刚才解释了 他是真的生命定位的分裂 意识形态的分裂 多少年的朋友也都会分裂 这个是这样 你说不信 有信基督的 有信天主的 你看两个人 那走到一定程度 说他就不干了 他说并非所有人不安 另外一个人说 我们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 川普呢是共和党领跑者 让一个他不喜欢的政治家闭嘴 这不是媒体 会很乱的 需要听取所有人的这种声音 这应该是媒体的定位 是 本来自然的定位是这样的 川普做了他想做的事情 他的表现对温和派和未决定者 是一种放松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作为一个CNN的员工 他要有着很强烈的一种 一种生命定位的倾向 否则的话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 他工作不开心的 对吧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 工作就在生活有保障情况下 人们需要工作的环境是开心的 在西方社会更是这样 那不开心 他就离开了 你给我多少钱 那我也就离开了 给我多少钱 放心吧 那老板给钱他也按照这个行业里头 一个规范中高点或者低点 对不对 他又不是别的 所以这个 这就说你给我多少钱我不干了 他是这么一个潜在的一个基础 在这种潜在基础上 那这个人讲出这话 就是他 川普站在了一个极左的一个媒体上 却展示了他的观点看法 而想看看究竟的人 温和派 就是左派中的温和派 和独立人士 会认为 OK 那川普讲的是 是那么回事 起码他讲了 在CNN的 安德森嘴里面 根本不会讲出来东西 那他 他当然就会有影响 确实是 CNN的老板做了辩护 然后说 第一个就是 凯琳斯 就是那个女主持 想成为世界级的记者 他提出了 强硬公平和发人申请的问题 这是CNN的发言人 那我个人觉得不是 那个女人太 too much 就是他 这里讲都是问题 强硬公平 发人申请 一点不是 完全维护CNN的观点 不是啊 就是完全维护一种 一种强 就是怎么说的 占有的一种 生命的定位的观点 川普领跑 在共和党 这是事实 选民要提供 有关他立场的资讯 这也是事实 那CNN要扮演 这一份资讯 获得答案追究权 是人的责任 不能说对 不能说错 对吧 他放在了一个 所谓媒体的角色上 另外一个人讲 就提到他的老板 就是CNN的老板 CNN的老板 是说呢 在推特上 讲出了他电话部分 说 你不必 你不必喜欢 川普的答案 但你不能说 我们没有得到他 你看到人们的掌声 我们可能不舒服 但这是故事的 主要一部分 从为美国服务的角度来讲 做得很好 这是很有趣的 没错 这话人说的对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 是CNN的一种 客观的转向 但他的记者 但跟他的压力呢 还是放在他原来的那种位置上 很有趣 就是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理解的话 去把握这个程度不容易 对吧 那也就变成了 CNN的老板 跟川普的看法 是一致的 而中间做对的 是这些台面上的主持人 也就是说 CNN的老板跟川普 把CNNN的这些主持们 给玩弄了一把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